247 《太陽報》 港燈抄標員遺藏兒童色情品 2015年7月10日 港文A18 本報信 警方去年初調查一中懷疑有人上載自己身穿警察制服照片武警案時 到一名港燈抄標員的灣仔住所搜查 為警員檢查其電腦外置硬碟時 發現一些兒童色情物品 包括十段片和四張相片 其中一個檔案名稱更叫做香港女學生被強迫除三手機自拍 另外 警員亦在單位檢獲三部無線電對港機 抄標員事後被控管有兒童色情物品和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兩罪 案件作在區院開審 部分女童年緊五歲控案情指警員於去年1月29日晚 到31歲被告梁志強迪灣仔皇后大道東住所搜查時 發現食判兒童色情物品 內容涉及女童與成年男子性交和女童下體突寫 而醫生檢視有關物品後認為部分女童年緊五歲 案件去七篇號D.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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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9075